广赢电子 现在来到广赢电子 广赢电子在今年度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也就是我手边的这一把遥控器 那这四通道遥控器呢 它的造型相当的符合人体工学 它有点小 那么当然也蛮适合小朋友拿的 它整个握把 它整个这个拨杆的设计呢 都还蛮适合小朋友来做一个入门的动作 那么它是一个标准的四通道的一个遥控器 那前面有一个教练开关 那再来就是这里有一个正逆转的开关 这是一个标准的四通道的遥控器 它可以控制的当然是有 有上下左右 升降舵 附翼 的一个 这个舵机 还有这个Rodder 那它也可以做加油门 那这遥控器的特别是它是 出厂的时候就要决定好它是M1M2 因为它里面的 机械结构呢跟以往的不太一样 所以它 基本上你买回去之后它没有办法更换它的M1M2 所以说你要买的时候呢 就要确定好你是M1M1M2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2.4G接收机 相当的小巧 相当的轻巧 非常小 那这目前是设计给电动飞机专用的 它的飞行距离大概 呃也是有两三百公尺以上 那么非常足够使用了 那么呢再看过来这边呢 这也是一个 嗯 廣营的数位舵机的一个 呃 配置卡 还有它的伺服器测试器 那这伺服器测试器呢 这里有一个角度 角度盘 可以来了解一下 那么一般呢 这个伺服器测试器呢 都是可以让你调整 这个 转动的角度 那广营的这个舵机测试器呢 它比较特别 它可以设定为中立点 最左边 最右边 回到中立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在调整 飞机或调整直升机方面呢 这个 舵机的那个百臂的角度呢 可以 达到你最想要的一个一个角度 那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角度 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推出了最新的数位舵机 数位舵机的这个编程卡 你可以 利用 这个数位舵机的编程 然后来达到一个这个角度的控制